团结政府执政以来恪守打贪原则 就算是高官富商 只要是行为不当都会被调查 前首相端马哈迪日前 因为资产申报问题 遭到反贪会调查 不过反贪会首席专员 丹丝里阿战巴基强调 反贪会目前无意逮捕前首相 阿战巴基是在上个月26日证实 端马哈迪因为涉及财产申报问题被调查 反贪会同时向端马的两名儿子 李战和丹丝里莫扎尼发出通知 要求对方在30天内 申报他们在国内外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 反贪会是援引2009年 反贪会法令和2001年反洗钱 反恐融资和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调查莫扎尼